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買房子 我們決定要在荷蘭買房子了 如果你對在歐洲或是在荷蘭買房也有興趣的話 先訂閱我們的頻道才不會錯過喔 我到底該不該買房還是繼續租房子這個議題呢 網路上很多討論 我們這次影片主要是針對現在我們居住在荷蘭的狀況 去分析評估我們現在的需求比較多 我們自己體會出來的優缺點 對阿當然因為這會很取決你住在哪一個城市 哪一個國家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算出到底買房對你來說是不是最划算 首先就來跟大家分析買房子的優點有哪些 但是我們發現在這邊買房子的話 每個月的貸款數字跟每個月要繳的房租是有機會差不多的 但是你繳房租的話就是把錢丟到水裡 可是如果你每個月繳貸款的話這個房子就是你的 房貸利息是會固定的 有分成10年期跟20年期 可是房租呢是會上漲的 而且你沒有辦法確保就是房東要漲多少 下一個我們想在荷蘭買房子呢 也是因為我們有看好荷蘭房市 預計呢我們待在荷蘭這5年內呢 房市應該是不會下降 那最後要賣出的時候呢 頂多就是持平還不至於虧損 然後第4個呢則是改善我們的生活品質 因為我們現在是住在一個小公寓 然後大概是55平方公尺 荷蘭城台灣坪數呢是16坪左右 那它的格局呢是一房一廳 那當然雖然說它是老房子 內部是全新裝修過 然後我們是在裝修後第一組入住的房客 所以用起來也覺得還蠻舒服的 可是真的覺得空間有點像 然後加上疫情期間 我們兩個人都是同時在家work from home 所以常常開會啊就會彼此干擾彼此啊 然後或者是好像工作跟生活沒有那麼有切割 因為我們的餐桌同時也是我們的工作桌 吃飯上班看電視 拍片 都在這張桌子上面 讓我們真的蠻想換一個房子的 而且就荷蘭現在租房市場也很熱 所以你要租房子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等於說你要重新花一個心思去找房子租房 那其實跟你重新花心思再去找一個房子 可是是買房 你可能花出的心力會是一樣多的 就是說如果不買房子 可能也會在近期內想要換一個更大的空間 所以既然都要換了 那就想自己買房子 對你想要再大一點的坪數 就不只現在的價錢 那我們現在這個公寓呢 一房一廳的格局 每個月房租和服務費是995歐 那995歐裡面有內含100元的服務費 可是這100元服務費呢 也是有包水電 我是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而且我們地點有這麼的市中心 但這間進來的時候是整間是空屋 喔對對對 會有這麼便宜就是因為它是沒有家具 就是我們進來的時候 就只有地板跟燈是幫你弄好 其他都是空的 所以你要自己買窗買沙發等等 然後再一個優點呢 是因為我們現在住在比較市中心的公寓 所以我們是沒有車位的 那要自己去跟私人停車場租一個車位 就是也不在家裡附近 所以就會覺得有時候出門就沒有那麼方便 然後大家也知道可能天氣很差嘛 常常掛風下雨的 但是如果之後買房子呢 就是車位就在自己家門口啦 就算天氣不好也不用擔心 就是說出門這件事變得更加容易了 那除了優點之外呢 當然買房一定有一些缺點 那以下就是我們整理出來的幾個 在荷蘭買房的缺點 在荷蘭買房它是沒有投期款的概念 但是它是用一個競標的方式 就是今天屋主開出一個價錢 會有很多主買家來看房 然後大家去出價 那通常是最高出價的人的標 這樣子的狀況 那但是你出價跟這個房子真實的價值之間有一點落差 那這個落差就是你自己要拿現金出來補的部分 如果今天你的出價跟你房子的價值是一樣的 那其實對你來說是零頭期款的狀態 你就可以百分之百帶到這個房子 小房帶的方式去擁有這個房子 除了剛剛所說的競標費用的部分 這就是看每個城市的火熱程度了 但是除此之外有固定要一剛開始就要支出的費用 在這邊請房仲並不是必須 但是蠻建議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語言上還是有障礙嘛 那再來就是你其實不太知道它那個開出來的價錢是不是合理的 那是不是開高還是開低 那離它的原本屋子的價值有多遠 這件事情可能就需要專業的協助 所以你就要付出房仲的費用 然後再來就是你過戶 你需要的是公正的費用 那房仲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做個小補充 一開始我們是沒有想找的 因為跑蘭機有很好用的網站叫做方達 那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全部現在在出售中的房子 然後你在上面也可以預約看房 可是我們就有遇到幾次經驗是我們點選預約看房 可是對方都說不好意思已經都滿了 沒有辦法再安排來看房 然後就有傳聞聽說 如果你請房仲的話 你就可以提早一至兩天看到這個房源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有點動搖 然後後來也是因為率率的出價都失敗 就是我們常常出太低或是就是不是最高價 所以我們都沒有避到房子 那我們是不是要請一個專業的房仲來幫我們評估 給一個最有競爭力的價格 再來就是理財顧問的費用 身為外國人然後當地的文件都是荷蘭文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是需要一個專業的人士來協助你去把房貸給辦下來 而且我會覺得就是他今天是英文 我也不一定懂那些貸款文件是什麼 而且也常常聽到外國的朋友跟我們分享說 他們已經繳交所有銀行要的文件 可是最後就還是沒有順利貸下 又要他們在持續的補件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經花這麼多心力 好不容易飆到的房子 然後你後面貸款辦不順的話 真的是會讓你心累交瘋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是想要花錢 請一個理財顧問來幫助我們 前期的費用還有飆下房子之後的估價報告 所以以上這些人齡種種加起來大概就是一萬歐元左右的費用 所以就是你買房子以外你還要最付出這筆費用 那第二個缺點就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嘛 那有可能幾年後會離開荷蘭 那你在離開的時候除了要賣車之外還要賣房子 在荷蘭這邊賣房你通常還是需要請一個房仲 因為在他們最有名的Fonda這個網站上 一般人是不能上去PO你要賣房子的 所以你還是需要一個房仲 你也會希望在你賣的時候 有一個專業的人告訴你說你的房子值多少錢 那你可能做了一些什麼修繕 就可以值更多錢等等 這個成本又是4000歐跑不掉的一個費用 那我覺得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荷蘭很多中古屋都是老房子 就是好幾十年 五六十七八十年老房子 就你想像不到這邊都有 可是其實他們進去之後 室內其實都是整修的很好 然後裡面都很新 那這樣子的房子在中古屋市場上 就是還是很火熱的 所以為什麼估價對賣家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就是賣房子 就是要花基本的成本 和你的心力之外 有一個最不確定的因素 就是你不確定你賣房的時候的房市怎麼樣 然後這個就是你只能用一個大概 你很難說你現在就看得準 如果大家看得準 那當然大家現在就進場了 下一個缺點就很明顯就是在前期 你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時間跟心力去看房子 那這邊的房仲是只能一到五看房 而且是一到五的上班時間 你真的要付出的成本 其實不只是前面說的這些實體的成本 就你要自己請假或是 如果公司比較好 可能中間短暫離開還不用請假 可是如果公司比較嚴格 你真的是要拿自己的家去看房子 因為現在房子很熱嘛 所以也沒有什麼時段讓你選 就基本上都是賣房那邊跟你講 喔 幾月節到幾點 那如果你不行 那他就說那我就要給別人看囉 那每次看完房子回來可能只有兩三天的時間去思考你要出多少錢 其實在出價的過程也是蠻堅惱的 常常就花我們一個晚上在那邊彼此互相猜測 沙盤演練其他買家的心態 對就是就算你可以看到附近可能大概有一些成交的價錢 可是你真的不知道跟你競爭的人是誰 然後他們願意花多少錢去買下這個房子 然後再來第五個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南部工作 所以我們看的就會是南部這邊的區域 雖然回南不大 但是還是有南北部的差異 東西南北都有 就是會覺得如果是買房子買在南部 那看來就是之後的工作可能就會是比較偏向在南部 或者就是只能找遠端工作了 沒錯 就我覺得買房子還是會有一種地域性被限縮的感覺吧 因為原本自有啊 原本就有點竹水草而居 就是我換工作我換去哪我就搬去那個層次 但如果你買房子了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所以綜合以上風險啊 跟你要付出的心力跟成本金錢 就是我們一路從真的想要買房子 然後開始著手 到今天我們其實都一直在想 這樣到底跑不划算 嗯沒錯 還是會想要再算一次之後賣 然後我們自己給一個預估的賣價 然後再回來扣掉我們目前所花的這些費用 到底會不會有可能是虧的情況 特別是遇到一些阻礙的時候 就會回來想說 我真的需要花這麼多時間跟金錢在做這件事嗎 就是一直看法 然後又標價標不到的過程 其實是蠻累的 心蠻累的 那我們下幾支影片呢 會就我們的實際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買房步驟 然後跟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也會跟大家分享我們看的哪些房子 讓大家知道 後來房子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是你可能看到它是60年前蓋的 你以為就是超級舊 結果裡面新的跟樣品屋一樣的房子都有 那如果你在這個買房系列有興趣的話 要記得馬上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喔 那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